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基隆市政千头万绪 如何让基隆变得更好呢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两位 一作带大家来倾听民意 带大家来认识我们的基隆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基隆市信义区市议员陈怡 小军姐好 配战议员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陈怡 陈怡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林沛祥 主持人好 陈怡座好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沛祥 林沛祥好 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基隆交通 先看看我们这个很容易雷残的段 到底在哪里 基隆市议员联恩典示范骑机车经过这处边坡转弯处时 扬起砂石容易打滑的情况 这里是暖暖区新龙街34号附近 六二快速道路高架桥下 桥墩路段边坡容易因为下雨流下来大小不一的土石和细石头 尤其下雨又晚上的时候 这边如果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况 摩托车只要一不小心因为小石子而发生一些事故 后面的小货车极有可能会造成追撞的状况 而因为这边的照明不足 所以大家的不管是机车骑士还是开车人 会导致他们反应的不足 而长期的计划来讲 我们要在这边见请公路总局 来做出对于边坡的一定程度的改善 而公路总局刚刚也释出善意 从善如流 他们愿意在道路的旁边增加一些矮墩护栏 然后把这些小石子把它护住 让它这些小石子不会因为极端气候 好大雨的发生 让这些小石子落到地面上造成交通事故 林佩祥也建议这处地点除了由公路总局 在边坡底下加装矮墩或是原石 减少土石流到路面上之外 应该在加装路灯提升亮度 保障机车骑士在下雨天晚上 经过这里转弯处时的行车安全 民众最在意的就是要安全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佩祥义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后来到底怎么处理呢 其实后来新隆街的这个路段 在经过我们会看之后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这个公路总局跟公务处已经依照我们的要求 尽快去把那边改善了 但是其实像这样的 像这样子的这个 我们在基隆的交通软硬体的设施的蔬师 其实蛮多的 我记得是这个礼拜一吧 这个礼拜一早上 我因为现在白天还在拜票 早上很早起来拜票 拜票的时候呢 就看到一部车 就撞了 就撞上去了 就在港务局 就在那个港务大楼 港务局的门口 就直接撞上去了 然后撞上去之后 同一时间 我当同一时间警察去赶快 交通软队马上就过来处理了 处理完之后 然后我就开始就开始滑手机 成功就有一个长辈跟我讲 成功路桥那边又发生了这个 汽车插撞 就是成功路桥那个梯字的路口 就发生说左转车不让执行车 就撞在那边乱七八糟的 所以他们那个 我就后来在这个总咨询 在总咨询 因为我自己的时间 我就直接提议跟国良市 国良市长跟交通处提议说 我们应该办个会刊 赶快去办 所以在我们今天录影之前的一点半 我正在外面办会刊 那会刊的时候才发现一个 很惊人 也很感慨的数字 就是成功路桥跟 光成功一路 还有光一路口 两边的距离相差不到200到 不到300公尺 绝对不到300公尺 很近 对 然后成功路桥今年 今年还没结束 成功路桥上面今年 那个点发生了13次车祸 成功一路跟光一路的交叉口 今年发生12次车祸 其中成功路桥上面有10次是有人受伤的 三次是插撞 然后成功跟光一的交叉路口 好像是9次有人受伤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其实是导致 其实跟我们金融天气有关系 所以当下我就请说交通处 跟我跟张前议长 张邦丽张前议长就请交通处 马上办理会马上去办说怎么样去把这个绿斑马 叫做什么绿色行人穿越道 把它弄齐之后顺便站警示灯 顺便说等车的地方来退缩 让行人行车比较安全去作业 我认为像金融这样的状况其实很多 层出不穷 那我也提醒说现在 现在那个冬天快到 那每天早上那个天色也越来越暗 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有时候慢一下不是坏事的 不然的话有些时候不慢的话 你抢快三你抢快五秒钟 结果迟到一小时 好好好好五个小时在上面 五个小时 对因为我到目前今天早上 我还在长庚回转道 还是很多人不习惯的去里让行人 那你里让行人 行人有时候冲过来是为了去搭车 我是在长庚回转道长庚的鞋对面 人家从行人行道这边冲过来 是为了要去搭这边的这个自强桥头的这个站牌 可是他冲过来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争快 所以有时候右转的也好 从回转道里面右转的也好 还是从安乐路二段左转的也好 有时候不让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撞上去 就会撞到 那有时候死角就很可怕 所以我还是提醒大家说 最近慢慢开始冬天到 雨下越下越大 那我们戴安全帽的人也好 还是我们开车的人都有这个A柱的死角 那能够的话慢一点 不要赶着上班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实际的做法 是就是慢一点比较安全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耗置问题 在这个信二路五号前 信二路五号前 由于这处弯道距离前方 信一路与信二路交叉路口不到50公尺 只要路口耗置一变红灯 信二路的车辆一过转弯处往往来不及反应 一旁的肉园店老板说汽机车击杀 甚至碰撞的意外几乎天天上演 当地里长也对此相当忧心 这全部就是说他信二路 但行道嘛 他这靠右走 就在这里看到绿灯 他就要直接过去 那如果是黄灯 黄灯闪变黄灯的时候 他就直接左转 人就直接左转 他这里来的左转的 左边的这一道人家 人家无力给你注意嘛 结果就去了 这有危险 对 你要发电话 常常看到吗 对啊 一天都有好几次 有时候都会吵架啊 第一个弯道 弯道过来马上就看到红利灯 红利灯在这个距离不到100公尺 大概就是6、70公尺而已 所以会转换会来不及反应 所以常常发生这样的问题 希望能几乎每天都有 在借货地方反应后 金融市议员陈宜 邀及金融市政府交通处 家居交通队等单位到现场会刊 最后决定9月底前 在转临处前装设前方预告号制 提早提醒驾驶人注意号制变化 经民众的反应 新二路5号前面 它其实就是只有20公尺长而已 那新二路其实常常一直线 到新二路5号前面 只有20公尺长 但是通常民众都还来不及反应 来刹车来做这个红灯的等待 因此陈宜建议市政府 来装设前方预告号制 那预计是在今年的9月底来装设 那民众会看到前方已经红灯了 然后车速就不会再加速 另外位于新二路36巷口 正对中兴国小进出巷道的 这一处反光镜 因为已经失去预警作用 加上自驾老旧秀石 在陈宜邀际会看后 金融市方面也决定进行予以拆除 以完善周遭用入环境 到底后来情况怎么样了 我们要请教陈宜 陈宜做 好 新二路5段的这个转弯 会到我们的信律里 东光里 东信里 甚至到我们的孝宗里孝生里孝钢里等等 所以每天都有很多车子 然后车流量也很大 那因为新二路很长 然后一直到我们的新二路5号才有一个转弯 然后前面就是一个红绿灯 因为那个转弯实在是太短了 有时候那个车速太快 就看不到前方有红灯 所以当时也是民众在跟陈宜陈勤 就说应该要装一个前方 就是前方灯号的那种号制 说已经红灯了 所以车速就会放慢下来 就是会减缓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新二路5号前面也有一个小巷子 有时候那个机车看到前面是红灯以后 他不想等 他会钻这个小巷子进去 然后就少等了一个红灯 其实也蛮危险的 那现在装设了以后 附近的邻居也比较安全 然后跟陈宜的反映的陈青人 也是说现在好像比较没有听到大家 车祸的那些声音 对 哇所以真的是深入在地 知道民众到底要什么 当然帮民众来争取福利 为民众报平安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地方的需求 还包括了公园闲置空间的区域 我们来进行探讨 我们来看看义政公园 义政公园早已经成为民众 散步运动观景的好地点 但是因为缺乏管理能力 因此容易长长的杂草 就形成不容易管理维护的安全漏洞 因此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职委 和市议员陈宜 合力推动 种植巴西地毯草 方便经常到这里运动的民众 组成志工来维护 如果弄成像花园 或者是弄成很多什么走迷工的部分 基本上第一个没有人来维护 那公园管理科呢 他们长期以来都是被我们信义区四个议员 轮流叫来除草 那除非这边是有园丁 当然好啊 可以种植什么迷工啊 或者是打卡的这个背景 当然很好 但是前提是没有人来维护 那今天呢 陈宜跟议长来这边办一个会刊 也就是说这边的长辈 他可以来维护 但是要有很好种植的这个巴西斯地毯草 就是不会长太长的草 让他们很好维护 他们都很乐意来维护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边 有这么多勃勃忙忙在这里 就知道我们这边有多少人在运动 而且不分各区都有 那所以逸征公园长期呢 因为我们市府就是大概没有办法来管理 那因为现在的使用状况 也不符合我们现在民众的使用需求 也就是我们陈宜议员和陈老师特别建议 我们这个巴西地毯草 所以我们特别伤请我们都发处 也谢谢都发处处长同意 我们接下来在今年会进行民众的意见会诊之后 举办说明会完 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开始 来做一个这个议政公园的改造工作 我想平坦的草地 让大家都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空间 是现在我们基隆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域 那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议题 议长同志伟也特地邀请主管公园规划 路灯以及交通的市政府都发处 公务处和交通处三处处长 一起到现场会刊 我们也希望有这个厂商来协助我们 那把大家的这个需求跟这个意见把它融入在里面 议长同志伟也希望市政府公务处可以在议政公园加装路灯增加照明 另外也建议交通处在议政公园规划好机车和汽车停车位 哇 刚刚看到真的好多人潮 而且就是下班的时候人最多 对我们要请教陈一 陈一座 是的 他不管是从清晨或者是下午的时段 傍晚的时段 要是好天学的话 都是很多人在上面运动或者是散步 那逸征公园呢就在我们中正公园的上面 其实也离市区很近 那当时呢也是民众跟陈一反映 就是说草太长了 那草太长也就是每两个月的事情 那议员就是都是要跟我们公园管理课说 课长那个草太长了要除这样子 那这也不是一个长期的办法 那后来其实在上面运动的人也很多 他就说不然他们就来协助来维护 那后来那边的民众就开始找说 那有什么草是最容易去维护的 后来搜寻到的是巴西地毯草 就是那种草根本都长不长 那民众也说那我就要当志工 后来因为习惯运动的人 他们天天都会去运动 他们就开始在揪人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小团体 就说他们要一起来维护这个逸征公园 那这逸征公园呢 刚刚我说了就是说离中正公园很近 那我觉得呢之后的树梯也盖好了之后 那如果逸征公园的草也变成巴西地毯草的话 很多观光客会上来 然后那边也很适合去看海 或者是去那边坐着去野餐也好 或者是对把那些比较烦躁的心情把它静下来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真的是一个很疗愈的场地 所以现在期待就是巴西地毯草长出来之后 大家可以去那边好好的放松 这就是要营造更舒服的生活环境 另外还有就是社区型的那种口袋公园小公园 一块来看看民众的反应 东光路口袋公园完工 两侧开放停车 不过却引来民众乱丢垃圾问题 不仅垃圾遭到乱丢 居民反应 施工前因为工程需要监视器已经移除 金融市议员陈宜邀请警察局会刊 研议装设监视器 这边的区域会有一些外来车或外来民众 停了车之后会遗留垃圾 会导致当地的居民在环境上居住上 一个相当的不便跟困扰 我们这个东光公园有新的椅子 然后附近的居民也很担心有外来的人士会来这边休息 或者是甚至乱丢垃圾等等 所以今天来会刊来装设监视器 原先这里有吊瓜式的监视器 不过因为工程的关系 那监视器已经不见了 那经由我们金融市政府警察局的会刊之后 也会把它附挂上去 那以后未来的巷道 也是会他们警察局也会再去研议 会不会装设新的监视器 来维护这附近居民的安全 就是要安全然后还要整齐 就是让环境变得更好 我们要请教陈一后续发展 就是从我们谢国梁市长 10月1号就是提高了原先2400 到3600垃圾不落地的这个罚金 然后加上那个民众就反映说 那边就是有人会倒垃圾 然后最近的状况就是说 那边是很干净很整洁的 所以就是装设了这个监视器 是的确是对我们环境都有改善 是就没有在听到民众抱怨 这当然就是这种环境 真的要大家一起来维护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 就是我们的运动项目 先来看看就是我们的佩祥还有米薰 他在争取各区的运动热点来装设AID 中战公园篮球场民众会按打球 享受运动乐趣 不过一旁篮球场上周却传出 一名是七岁男子打球时 突然心肌梗涉倒地不起 现场虽然有医师在场 却没有急救设备 男子到院前就已经死亡 球场周边是否要装设AED的设备 球友们有不同的看法 应该的我觉得应该的 怎么说 由于篮球场距离医院 只要三分钟的车程 有人认为可以在短时间内 把患者送到医院 在球场加装AED设备 一来使用率低 二来担心遭到破坏 而市议员林佩祥也说 数年前在同一个球场 也发生过同样的憾事 我记得没有错 八年前曾经在公园杯的时候 我们也一个老大哥 也是五十多岁 也就这样子 活生生的在我面前 倒在地上就走了 所以佩祥今天特地办这个会刊 希望能在公园 我们中战公园篮球场这边 增设AED 让可以急救的人 第一时间获得正确的医疗方式被急救 因为这两次的事故的时候 旁边其实都有合格的医护人员 但是没有器具可以第一时间 做这个心脏振动急救 所以导致说他们两个 只能等救护车上来 后来都来不及 希望说针对本市 七个行政区的这个运动场所 或是民众运动散布的热点呢 能够来增置这个AED的设备 因为其实内政部有颁布这个公告 在这个公共场所 多大的机关里面一定要有设置 但是我们这些民众 可能爱好运动的地方 或是这些运动的场域里面 是没有设置这个AED的 那万一如果有紧急状况 其实是没有办法做 第一时间的这个黄金救援时间的救助 那我们今天办的会刊是希望说 我们把七个行政区的这些热点 或者说这些运动场所 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把它集合起来 那未来我们跟这个建议给市政府 希望说他未来去来做这个 后续的这个设置的动作 那可以让我们民众 可以多一分的保障的安全 球场AED设备到底要怎么设置 议员们倾向在热区设置 避免汗事再度发生 到底后续情况怎么样 热点都装设AED了吗 我们要请教佩翔一座 我先讲为什么办这个会刊的原因 可能大家对这个事情 因为民事当初那个 然后应该是六月份的时候有报过 这个事情其实是因为说 那边其实走的不是一个是两个 在差不多八年前 有一个人也是这样走的 那个人是 那个老大哥是五十几岁 打鼓血杯打一打 忽然心肌梗塞就走了 然后那个时候 旁边没有医护人员 也没有AED 所以因为那个原因 那时候篮球协会被我们骂得很惨 可是他们有没有想把他送下去 有 可是救护车 看起来三分钟车程 可是救护车如果要法定 要救护车上去 他们必须打119 再让救护车 从属立医院再开上去 中间花了差不多15到20分钟 就来不及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就是今年发生的事情 那走的人大我两岁 然后是我们在中间公园打球的朋友里面 算是打的那个自己动作最激烈的 然后身材体能保持也是最好的 说他说走就走 我们整个全部 说他那天我不在 他说走就走 我们全部人很错 后来我们说OK 当下我们真的有医生在那边 可是你没有AED你不敢动 因为现在这个急救法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到底可不可以 直接去救人这个事情 这事情被吵得很凶 你如果急救人 可是因为这样子 他就让人救回来 但是有永绩性伤害 那急救人是不是要负责 所以要有合格的AED在那边 我们才敢救 那后面的事 后面大家就刚刚也看到 也看到新闻上面写 那个报道上面讲说 有人说不要做啊 我们不会啊 其实AED要操作没那么困难 学一学真的会 AED基本上人家 又有一个讲法 就是懒人充 懒人电极器 懒人心脏电极器 贴对地方就好 或是笨蛋 或是那种笨蛋心脏电极器 那东西操作起来 其实很方便 很简单 但是如果大家学的话 今天要救的 搞不好不见得 是你的朋友而已 搞不好是你的家人 所以最后面是 教育处在那边 去用租借的方式 然后未来如果可以的话 在每一区 都会每一区的 交的运动热点 像是说地内公园 然后南运动公园 然后新一区是这个 是这个 是这个中正公园 然后未来体育场 然后中正区的话 中正区可能正兵 有可能 正兵国中那边本来就有 然后其他地方 像安乐区的话 可能是在富佑 富佑馆外面的 星光球场 大五轮森林公园 每一区我们希望 有一个AED放在那边 那为什么也会提这个案子的 最主要原因是说 我们基隆市 我们运动的平均 我们我有调查过 我们基隆市市民 爱运动的人 平均的运动时间 是冠于全国的 真的啊 运动平均时间 这么下雨的地方 对 可是我们运动的天数 是少于全国 是低于全国平均 因为我们常下雨 那所以我们基隆 就很希望 我们很希望 什么风雨球场啊 很希望有什么地方 可以做室内运动 我们每次去看那个World Gym 全部都是客满 这个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如果说我们运动的时间 比一般人更长的时候 我们所遇到的像这种 忽然发生的这种 心脏衰竭的风险 也会比别人更高 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 而且极端气候一直来 像那一天 当初我那个朋友 就是大我两岁老大哥 走的时候 那天天气外面很热 他是打着打着 然后打输了 睡觉休息 坐在地上喘一喘 咚就倒过去 就这样 所以你不能去预测说 要有再有 还是怎么样 这个不能用KPI 这个不能用数据去做 而是最实接的 如果这个有的话 这个是或许可以救到一命 那我觉得如果 如果在安全 如果说在保管 有方法安全无余的地方的话 我觉得各区的运动热点 都应该要设一个 是 这就是要我们的运动场所 也要非常的安全 来确保我们所有的运动民众可以运动得很安心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运动选手如何持续下去 一块来看看今年很厉害拿到三斤的我们的选手 大家好 我是邓允文 然后我是游泳选手 我在今年全运会 十公里项目 一千五百公尺自由式 八百公尺自由式 得到金牌 就是三面金牌 然后还有四百公尺自由式 得到银牌 他一个人在代表基隆拿了三面金牌 我想市府应该要办一个 比这个授旗还要更大的一个感谢仪式来表扬我们这个邓宇文选手 市议员陈怡也特别送蛋糕给宇文 勉励他一路参赛的辛劳 议长和议员也呼吁市府 能定出一套城市体育扎根计划 来培育体育人才并保障金牌选手 我们橄榄球有一个43岁的陈文艳老师 他也下场在比赛 然后其实看到其实也是感动也是难过 感动的是说43岁了还在场上在那边拼 那很难过的是说 那为什么我们的体育项目在我们基隆市已经断成这么严重 所以我应该是要跟市府讲说 要好好的注重我们体育班各个单项运动的衔接 不然好人才的话都被别的县市给挖走了 真的要培养运动风气 其实是要用政策来规划的 也就是说他们未来除了去比赛 我们每一个单项项目团队出去 有特别的保障 有防护员有教练等等 有车有住宿都可以安全的回来以外 我们还可以在他们退役之后 来提供相关的保障 现在都在说这个体力就是国力运动 很多国家都把它变成了一种评估国力的一个指标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诚意诚意做 其实在这个城市要推展运动这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有提出什么样的看法跟想法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只有我喜欢运动 或者是配奖议员他也很喜欢篮球运动 还有我们同志委议长 他也很在意我们跆拳道的选手 其实基隆有很多的好手 那就是我们缺乏了一个体育发展中心 那如果我们有体育发展中心的话 就是从小朋友从小学 国中到高中这样子三级连接的这样子训练选手 第一个我们人才选手不会流失 不会被新北或者是台北给挖角走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基隆士的这些教练跟老师 他们可以留在基隆 在教导我们这些选手们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我们出去跟人家去竞赛的话 我们不会输人家太多 不然我们基隆士的选手训练到 可能是国中或者是高中 就被挖角走了 所以我们基隆士应该要成立一个体育发展中心 是体育发展中心就是可以协助我们 所有的好的选手可以继续往这边发展 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继续在延伸 好那另外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我们的通勤族 我们的佩祥义座 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我们通勤族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先请教佩祥义座 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要解决基隆交通困境的解放 在你这么多年的这样站岗之下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困境需要突破 不要讲站岗 好像是警察还是守路人的感觉 其实基隆如果说真的要解决交通困境的话 其实交通通勤困境 其实如果制根的方法是如果基隆有很多工作机会 因为目前我所知道的这个数据应该还是没有变 我们基隆现在目前是36万人 那有17万个工作机会 有17万人口在工作 但这17万人口在工作里面 10万 甚至高达可能将近11万 是在双北上班 不是只有台北还有新北 那在基隆只有3万工作人口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会看到这11万人 开车 搭国道客运 或坐火车去台北 去台北去新北上班 所以我们常看到说火车污点高速公路塞车 这些问题都困扰我们很多 当然我们也希望捷运过来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地就有工作机会的话 那假设我们在地多加5000个工作机会 那就表示有可能有将近2000台车跟 2000台车跟300台活道巴士不用上高速公路 那这样实质上可能对我们的这个通勤的困境比较有效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准时上班早点回家 不过另外一个点就是说 如果说在短期间工作机会无法增加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国道客运上面 因为老实讲比较现实的 你说捷运现在要来基隆 对不起10年之内来不到 我那个我记得是我前天吧 我们录影我们录影的前天 我总咨询的时候我有问交通处处长王俊宏 我就直接问他说假设一切顺利 假设一切顺利 我再说一次假设一切顺利 就是表示不要这样笑我讲实话 中央愿意给钱然后地方愿意配合 然后居民没有反对 大家民意一致假设一切顺利 2035年我们才看到第一阶段的捷运能够完工 也就是直到巴独 2035年 那今年是2023年 我们要等12年之后 12年之后 我那时候应该快60岁 我搞不好来看 是说在我有生之年搞不好可以看到捷运 但是2035年的时候直到巴独的 直到巴独的捷运 有没有办法符合我们通勤族的需求 对不起好像有点困难 因为捷运只到季土更暖暖 通勤最大宗的安乐 信义 中正 中正 中山这四大区都没有办法 仁爱区不是不大宗 而是仁爱区的很多居民 基本上是在基隆在地工作机率比较多 所以这四区都不到的时候 那你说捷运能够解决基隆目前的困境 我觉得难啦 尤其是在第二阶段现在连聊都不太敢聊 那所以说现在反过来我们是不是能够减少小客车 增加多国道客运巴士的几率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或许能够当个这个聪明的用路 聪明的用路人这句话有点酸 但是相对比较起来通勤族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国道巴士 有足够的班次可以上国道 然后让他们在点对点的通勤上面可以满足的话 在班次上可以满足 在设计的路线上可以满足的话 我想他们不会想要今天到晚自己开车冒着开车的风险 然后去到台北找停车位 而且开车蛮贵 所以说怎么样去把国道客运 怎么样去把这个公车把它搞定 我想这是目前最务实的做法 但是要务实的做法之前 这些路权 这些路线的规划 甚至跟各个客运业者在跨县市之间的调配 这个一个市议员基本上来讲权限可能严重不足 这是中央级民意代表才能决定的东西 所以希望有机会可以处理这个事情 是 真的就是很多民众现在都会说 因为9026的问题 所以很多通勤族现在很晚才能搭到车这件事情 佩祥也常常会在看对不对 我这样讲 基本上基隆的通勤族是全基隆市最精华的工作人口 也是最辛苦的工作人口 我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都听过朝九晚五 早上九点上班五点下班 台北市的人是朝八晚五点半或朝八晚六 基隆市朝六晚八 八点才能回到家 因为六点就准备要出门 然后去等车 好早 我们都知道你等车不可能 你等到你在那边站着等车车子马上来 那是天方夜谭 然后你上车之后 你可能要准备塞车 然后你到点之后 车子很难把你送到公司门口 那变成说你到哪一个站下车 不管是市府转运站 中校复兴站 还是台北火车站 你还要再想办法转程 转到那边的时候 所以你要敢九点准时上班 保险一点 六点要出门因为你希望你能搭得到车 假设你七点十五分搭车的话 很有可能你到公司的时间 所以你抓得很紧不然可能是九点零五分 刚好迟到 那如果你坐火车会不会好一点 火车严格讲起来 理论上是会好 但是区间车越开越少之外 对不起会误点 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误点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 为什么会讲到这些 就是因为火车无法完全被信任 然后国道客运上面容易塞 所以我们现在 我刚刚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才在讲说 我很清楚每天 基本上每天 尤其是礼拜 每个礼拜五晚上十点的时候 我都会看到 基隆伦论坛上面有朋友 照一张相说 我们都在这边可怜 我们不再开演唱会 我们不再等演唱会的票 我们好可怜 林佩祥谢国梁 蔡世英 李佑昌 谁看到我出来救救人 这个问题要救的话 基本上 1815 9026 两边是有互生关系的 我在两天前走咨询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这问题拿出来讲 在疫情之前 在去年的时候 1815 加9026 加起来这一个月 是31万人次 打车人次 当你31万人次 打车人次的时候 等于是说 你一天就1万打车人次 也就是一天可能将近5000人 那8万 本来在9026 在首都再去经营的时候 一天是8万人的打车人次 而国光客运1815 是22万人打车人次 然后到今年的6月 也就是TPAS正式上路之前 也是31万人次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很明显的 本来9026是8万 8万385千打车人次 直接掉到6万 变成说有2万人次 直接转到1815 那2万人次代表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2万人次 2人次为1人 然后一个月1万人 就等于一天300人 那350人 也就等于一天到9台车 而且这9台车不一定坐得满 搞不好是要12台车 才能敲化成这350人次 变成说国光客运为了9026的不足 这不足不见得是他们搬 不见得是他们没有车 而是民众对他的信心 民众对9026没有信心的 他们宁愿去81815 那多这10到12台车的时候 就势必会压缩他们本来的车班 然后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半夜最后一班车 在市府转运站人家搭不上车 然后直接打电话 然后写email 写Facebook 你们不会相信我粉丝专业 那个简讯视讯之恶毒 好像是我造成的一样 所以我真的遇到 我敢讲就是我真的遇到 所以变成是说 如果真的要解决1815 不要我们民意代表 陈怡你也跑不掉的 2088 因为2088也在那边 跟你讲9026出的事情 会影响到整个金融市 金融市客运 因为国光 1815没有人 他只好从1800调人 1800也没有人 他们只好去外面挖司机 挖的是哪一司机 一定是首都的司机 首都司机的时候 就直接加速到2088跟1579 还有你们1813D 1813F 就最现实全部都连在一起 因为会开车人 就这些人而已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蛮麻烦的 而且T-Pine上路之后 刚刚小薰也提到说 我们有免费 我们有1200块可以吃到饱 可是吃到饱的食物一直没有来 所以说我们本来搭车只要35分钟 现在我们搭车要55分钟 而且甚至可能还要更久 为什么因为车班不足 没有错 司机 这个司机不足是产业性的问题 这个我们了解 但是更严重的是说 司机本身他们也在抢 2088B 这条路线 我总之旋有问过 因为这条线是当初 我跟我那时候江建玉江义座的时候 他找我说 我们美的世界跟大香港那边 需要一条国道可运上去 那我那时候 他现在落选了 不过我还记得这个承诺说 好 我说我来想办法帮忙 后来我找了李建文李总说 你们什么时候2088B 他说我们尽快 因为我们没有司机 因为是没有司机 所以大香港跟 跟这个美的世界那边的好朋友 有一台公车反正要事半 2088直接从大香港跟美的世界 直接迁到市府转运站 那就很方便 对 可是现在因为没有司机 所以不敢开 那我问王俊宏 他说今年可能有希望 今年可能有希望 OK 我等着交通出 不然我们就继续 今年要过完了 没办法 因为事实上来讲就是司机不足 那司机不足之外 而且所有的基隆 其实基隆的所有的路网 都是连接性的 而且基隆市 我们一般的市民也很习惯 所谓点对点的通勤到台北 捷运如果来基隆 第二段如果 就算第二段即火车站 但是如果捷运 如果没有再延伸到东岸的话 我想信义区的人 还是会去坐2088去台北上班 或开车去台北上班 他们应该不会 想去坐104还是几号公车 到基隆 203到基隆火车站 我想应该不会这样做 所以这个是 如果可以的话 整合业者协调征搬 这是必然的 而整合业者协调征搬的时候 重点其实不在于班次 我个人认为重点在于调度 譬如说我礼拜五吧 上礼拜五 我们上礼拜五 11月10号 我礼拜 上礼拜五 然后我 10号 11月10号 我上礼拜 11月10号 我人在南港展览馆 我从5点20分等到7点10分 这段时间 我人在那边 我还算我们还算人数 差不多300多人 300人到300多人左右 然后我在等的时候 第一班5点20分来 第二班5点50分来 然后上去只有上去13个人 然后那边上次就开始排了 排到六七十个人在那边 然后第二班5点50分来了 再13个人走 人家继续排 然后第三班是6点40分 等于第一班30分钟 第二班45分钟 6点40分左右才来 也33个人 第三班比较快 然后是从6点40分到6点55分 然后再15个人 然后第四班 第五班 第六班一起来 真的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问题不是在于说 你等车 你不是在于说 你看到的班次 因为班次 那是在账面上看到的 公路总局看到这些班次 他们只说 我没有开这班次 我没有开出来 我没有载到人 我可以一切都OK 可是他们忘了说 这些班次 这些数字 是活生生人在那边等 假设你5点半 再开始在等车 然后你是排名到第五十个人 你要等到7 将近6点55分才能搭上那 甚至到7点 才能搭上那班车 两个小时 你想会不会有明月 然后90分钟里面 11月10号晚上 外面刚好在下雨 然后你没带雨伞 然后刚好天气变冷了 那个感觉一点都不好 所以我才会有时候对一些 有权限的 但是不做事的 我会开始开吼开骂的原因在这里 因为这些人是活生人在那边等 你就相信公路总局给你们报价 你就相信公路总局给你的报表 你就相信说这些都没有问题 你只要把这些客运公司 做个什么客运大联盟 然后看数据说话就行了 这不是处理事情的方式 你要人在第一线 这些是基隆人 所以我会一直觉得说 要处理事情你要到第一线去看 那我就没有出来站岗 好像跟那个 好像跟稻草人 还是稻草人 门神一样的存在 但是我就是在那边看 所以我敢跟首都客运他们直接 直接讲话 我敢跟国光客运直接讲 我敢直接公路总局 公路总局直接 面前直接骂人的原因是 我在第一线 I care 所以可是能不能解决 可以 但是还是一句话 我现在权限不足 所以可以的话帮忙我一下 明天让我拿中央级的权限好不好 这就是要长期关注我们的通勤组 帮地方真正解决问题 而且不要让大家觉得 等车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对在第二个捷运 就是第二个交通选择捷运来到捷运之前 或许先把这些国道客运整合这件事情 快捷公车整合这件事情 为什么特别讲国道客运的原因是说 有很多人像是新北市的立法委员赖平渝 说我们要再开一条高速公路 从三高直接接六 直接到金山万里 我想这个东西也都不实际 如果说你多开几个交流 到出口那可能还可以 你看怎么样引到怎么样做 那个比较实际 但是你说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也听过一个比较 一个比较狂野的计划 就是舞阳快速道路直接延伸到七堵 我听过这个狂野的计划 听起来很棒 套一句大陆人常讲的 理想很丰满 现实超级骨感 这个你要征缩多少土地啊 你这个交通黑暗期要做多久啊 那既然真的做成了 那个时候交通状况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啊 那倒不如说 比较现实一点 比较务实一点 我们国道客运班次 是不是可以透过法规的松绑 我们国道客运的路线 是不是可以透过 透过跨县市的合作 而不是只有中央政府 一天到晚在那边勤魂独断 是不是可以透过各方面的努力 来帮我们基隆人 甚至帮整个北台湾的通勤路线 通勤路网可以做个解套 我想这个是比较务实的方法 真的 先解决目前现阶段的问题 对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解决方案 就是先好好统整 解决我们通勤主的问题 那一样 我们一样到第一线去看的 还有我们的陈怡一座 他关注的是我们女性平权 一块来看看 怎样 我又找到一片卫生米 这都要去 我看一看 我看 这边没有卫生米 这边没有卫生米 我想要跟你们建议一下卫生米 这就是走入基层 走入在地 我们要请教陈怡一座 这到底后来 执行的状况 再看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发展呢 好 我在我们信义区在 今年的2月21号 我们信义区的国中 国小 我就提供了他们那个生理用品 就是给中低收跟低收的少女以外 在各个国中小的学校的保健室都补满生理用品 当时在5月开我们订期会的时候 我就建议市长说 其实如果放一些这些生理用品在这些公厕的话 或者是公部门的话 其实对女性来说是相当贴心的 当时我们那个市长也说这个是很好的建议 那如今过了半年 那前天呢 我请我的助理去抽 去访查三间公部门 所以现在到底是做了怎么样 因为我也想要知道 然后后来去三间公部门的时候 有一间他们就是很慌张的 很慌张开始找 后来有找到 那两间公部门是没有 就是表示说可能是这个是宣传还不够 那在我信义区呢 是已经到位了 但是如果是 就是离开了信义区以外了 我想说可能市政府要在加加油这方面 就是还要再去可能是教育宣导 或者是更去贴心这些女性 就是每一个月就是生理期的这些困扰 会让女生会比较方便 是而且陈怡做非常的用心 她直接就是到学校去 先帮助我们很需要协助的小女学童 我们一块来看看 启动青少女圆末计划 市议员成怡集结服务处爱心 募集人力财力物力 以实际行动提供卫生棉 每个少女呢都会碰到这个月经 然后经期的问题 那其实有些清寒或者是低收 或者是中低收隔代教养的少女 她们这方面的知识 资源比较不足 所以就是想说 把一些卫生棉放在学校的保健室 所看见的这些卫生棉 跟卫生棉包呢 是由所有的志工 还有一些爱心人士 还有一些福人社 跟企业团体 他们小额的捐款 希望就是从信义区开始 我们起步了以后呢 希望呢就是每个女童 在她们的学习过程中呢 都能很健全很健康的长大 先从信义区国中小八校 与基隆家福中心着手 不只卫生棉 还有可爱的卫生棉包 期盼女孩们更懂得保护自己 我们非常谢谢陈怡议员 能够提供女性的卫生用品 能够让我们的小孩子 在学校的时候突然之间 忽然有需要的时候 能够再就近能够使用 那这是一个贴心的举动 那我们希望这个计划呢 能够让我们的友善校园 持续的更温暖 身为女性的教育人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 倡议这样子的照顾一通 因为确实是很多女孩子 所有女孩子成长必经的历程 那我觉得在这件事上 东方博小很荣幸可以参与一份 那我会看到我们县区各校的校长 在这件事上其实都各有想力 那我觉得好事从我们开始 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真的很感谢陈怡姐姐天使之意 美丽青少年圆梦计划 市议员陈怡希望这平台 结合社会身心人士或企业团体 整合各地的资源 帮助经济弱势女童的教育学习 让她们顺利度过青春期的变动阶段 朝梦想飞翔 真的就是陈怡一座 就是直接到我们的学校去 当然还有很多要感谢的单位 集团体 我们要请教陈怡一座 对 在我今年2月21号开始做 天使之意少女人梦这个计划 在陈怡的脸书 有一些妈妈她们会感谢我 其实感谢的不是我 我这边只是一个平台而已 感谢的人就是这些幕后默默认同成一 就是做这个天使之意 圆梦少女计划的这些热心 然后有善心的人士 然后她们就是有定期的来捐赠这些金钱 就是把这些生理用品放到学校 或者是生理用品给这些低收 或者是中低收的家庭的少女们 要感谢她们 要非常的感谢她们 有了大家一块来支持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少女们来圆梦了 那说到这个 我们大家要圆梦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基隆有很不错的山海资源 也就是我们的观光 我们要从政策面来检视我们的观光发展 我们要请教佩祥一座 是不是有不同的开发 在我们的观光面向 其实很尴尬的地方 我其实觉得基隆的观光一向是很尴尬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基隆是好山好水没有错 可是我们一向没有把自己故事讲得很好 因为我们不喜欢讲故事 因为我们以前 基隆从以前到现在 没有有很多可以讲的 可是从来没有把它编织成一个 像说比较动人的故事 甚至也没有做一定程度的行销 像说我们知道悲情城市在九份 因为悲情城市九份变红了 那我们知道 这个痞之英雄在博二 所以因为 那个主持人小薰应该听过说 本来痞之英雄在博二码头 那个场景本来是要放在基隆西岸的码头 结果那个时候 刚好我们说港务局也好 还是市政府也好 觉得这样会有爱基隆的形象 所以没有把它放在我们西岸的码头 我常一直认为说 其实我们基隆有很多很特别的味道 像说我觉得观光如果真的要做得好的话 你要有噱头 然后你要有故事 然后最后面你要让人家愿意花钱 那现在最近 国梁他想 国梁市长想用这个双城巴士 水上两七八四 基本上就是希望有一些噱头让人家进来之后 那我们可以把基隆的一些好山好水给人家看 然后顺便再做一些体验室的活动 或许未来人家会愿意在这边多留一点 但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真的要赚人家的钱 那我们的故事必须写别人更动人 那基隆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基隆的故事到底是谁来写 而且基隆的故事要怎么样写让人家觉得开心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灾问 你要怎么样让人家一般的人愿意来听这故事之后 然后看到这故事里面什么东西 然后来花钱 如果不花钱的话 基本上观光业是不可能赚 不可能盈利的 如果一个无法盈利的产业 毕竟来讲这就没有价值 因为养不了人嘛 所以你说在永续旅游跟绿色观光发展之间 我会觉得说你先把故事先写出来 如果故事写得好 那或许未来基隆的这个我们的产品规划 我们产品设计就可以从观光 就可以从故事面开始去探讨 比如说基隆 我们好像基隆现在所有的产品都在吃 吃没有不好 但是吃可以吃更贵一点 我知道好像那个中正区有一家牛肉面 可以一碗卖掉600块 哪里啊 好像有你知道你有听过对不对 有一家牛肉面 一家600块对不对 好像在那个海客馆附近嘛 我不知道现在做的好不好 不过这东西会有噱头说 为什么一碗牛肉面值了600块 啊这种食材特别好 还有他汤头特别好 OK啊至少 如果你敢卖600块 表示你可以赚给100块 那如果你一天卖个200碗的话 搞不好说你就可以多心两个人 That would be a good idea 那是不是对基隆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你要怎么样卖600块 你自己故事要出来 那同样的东西我目前在基隆看到 如果说以观光来讲 做的比较成功的是 如果说以成盈利来讲 做的比较成功的是 正兵渔港的Casa Picasso 我想这样就知道了 那家蛮贵的 但是很好玩的是我外国的 我外国的友人来 我会带他去那边 因为那边我很好讲故事 只要去他二楼那边看海景看一看 然后不给开一下 人家觉得啊这边好棒好棒好棒 然后人家就很开心 然后之后从旁边走一走 那个旁边这样走一走 只要好天气 人家就觉得好棒棒好棒棒 这样我很轻松 而且他们吃的也开心 他们花钱也花的开心 如果现在的观光客 我常在讲这句话 现在的观光客 他不会介意花钱花多少 只要他觉得值得 而邮轮的观光客 这边有讲到邮轮观光 邮轮观光客是全世界最顶级的观光客 那他们如果要花钱 他们不会手软 我记得以前我在港工公司的时候 我看过一份报告 邮轮观光客每一个人 大人跟小孩 在四个 对不起 在五个小时之内 他们愿意花掉八千块台币 等于相近三百块美金 他们愿意花掉 大人小孩平均起来 愿意花八千块台币 在五个小时之内 问题来了 那请问我们在基隆在五个小时之内 我们如果不买博来品 不买Nike 不买7-11 不赌博 然后不赌博 不去深色场所 然后也不 然后你要怎么样让人家还了把钱款 一个人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基隆 基隆观光业遇到最大的平均 人家想花钱 你没地方让人家花 人家只要跑去 人家只要跑去故宫跟101 因为那边有人让人家花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观光 观光如果软硬体的话 我们要去开始设计说 我们怎么样让人家愿意用买东西 而且买高档买贵的东西 来记忆他对基隆的美好回忆 这点我觉得 现在有观销处 未来可能没有 现在可是不管是哪一个处 不管是谁张正 不管是文化局 还是交通处 还是谁 未来如果说真的想要把基隆 推向国际 让基隆的人潮一直不停的进来 我们基隆如果港口没有办法兴盛 但是我们想做游轮港 想做观光港 想做水岸观光水岸空间 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绝对必要的 你如果没有盈利的想法 那你的产业 你的产业 你的发展注定会失败 是 真的就是要有故事 我最记得 佩强跟我说过 他有一次碰到外国人 问中正公园在哪里 然后就直接跟他说 Ghost Park 对不对 我都听一下 好深刻 Ghost Temple on the top 我说是在山顶上的鬼庙 我就这样讲 对我就觉得 哇好直白 还是直接这样翻译 那当然对方一定会印象很深刻 就觉得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跟感动 我再讲一个比较悲哀的故事 我记得是比较讲悲哀 就是听起来让他觉得很心酸 就是 我 六月吧 那时候很热 然后在那个 基隆火车站 我常常站在南站那边 就是在那边 那个中央那边 没有我站在那边 我站在那边 跟大家说早安 在那边站岗 然后我拿着大牌子 然后后来 时间到了 我就拿大牌子 然后去 火车站 南站后面的那个停车场 我就要开过去 然后就 一个外国人 后面跟着我走 然后我就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跟着我走 我就拿那个牌子 后面跟着我走 然后 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也觉得很奇怪 我就转过来说 我说 他说 我在找那家星巴克 我在找那家星巴克 我说 我知道 我看到那个星巴克的照片 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说 我就指着那个 南站的 在里面 然后你往下走 然后就跑进去 然后就带了三四个人进去 一群外国人跟后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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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拿那个很大的牌上 好像拿那个战斧在后面走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很好笑 可是想一想 居然他们看到星巴克的牌子 他们去星巴克 那为什么既有有吃西压 什么东西 为什么不去做个英文标志呢 游轮观光客 他们在船上四五天了 他们当然想到陆地上来 可是他们到陆地上来之后 我们要什么东西 他们当然想说 OK 这东西看起来不错 那我想说 让自己refresh一下 轻松一下 让自己能够至少说充个电 那我们要买什么 我们可以不用只卖星巴克 我们基隆也有其他的咖啡厅 为什么不能卖 可是有谁跟他们讲 基隆有这些东西 这个是另外一个需要 去考虑的点 就要从不同的面向来考虑 让我们的基隆观光发展 可以越来越好影像世界 好 今天发现谢谢两位 一座带来这么多有趣的观点 而且很实用 重点是可以看到一座们 他们就是深入地方 关心着民众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